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从十三节开始 讲到一对门徒 他们在耶路撒冷所看的情景让他们太伤心了 这位所期待的Messiah 怎么会死在世界上被评去 拒绝定死 不解 不了解 痛苦 困惑 上至地离开耶路撒冷要回家去 这叫人生的道路 多少时候 我们岂不是走在这个回头路吗 前面所遭遇的不公平 一人怎么被钉死 救人 医病 赶鬼 做了这么多好事 显示他是神 却被钉死 不解 有没有遇到这种事 有 有 有 人生的困惑 不解之迷 为什么 好人没有好报 为什么我一生爱这个家 这个家却背叛了我 为什么我所爱的人会撇下我们去爱别人 怎么想都想不通 那个时候 我希望你够回到路加二十四章 那一个复活节的早晨 两个上至的门徒 忧伤地要回家去 没有想到 这位爱的主 这位爱的主 却显现跟他们一路走 陪伴他们同行 一路上来解决他们的困扰 耶稣就在那里来举旧约的预言 美赛亚这样受苦 岂不是应该的吗 这是神预备的道路 主要借着舍命的爱 主要借着神亲身来替世人 担罪的爱 人才有盼望 这是过程 这不是终结 其实那个时候 门徒的眼睛是糊涂了 不认识主 就远路走走走 但耶稣陪伴他们走 这岂不是这一个人生爱的旅程吗 爱我们的主 陪伴我们走人生道路 这个叫一路同行的爱 感觉孤单吗 感觉被弃绝吗 感觉前面没有盼望吗 主耶稣亲自来安慰我们 陪伴我们走 使我们能够走在他的道路上面 使我们能够感觉到 眼睛开了 明白了 这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受苦的世界 但是耶稣得胜了 从死里复活了 来陪我们走 灵命的敬身 是在这一点上 你能更多去体会 耶稣活着陪你同走人生道路 这是灵命的敬身 我非常强调 当你追求灵命的时候 不要想参加很多的活动 或是听很多的陪灵步道 安静回到神自己所说的话 不是陪灵步道不好 但是假如你缺少了你自己安静的时间 你所听的就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 只是一时的兴奋 因为你没有安静的时间 你没有去知觉 耶稣现在正在跟我一起走 最后你眼睛开了 邀请着耶稣 你留下来跟我们一起住吧 进了房子 看见耶稣跟他们一起 要吃饭的时候的祷告 他们眼睛开起来了 这才认出主 我希望我们不要太久才认出主 这才认出主 爱的季节 感受主陪你同走 爱的季节 邀请耶稣到你的家 耶稣到你的家 你过去没办法饶恕的 可以饶恕 你过去对不起你家人的 你会悔改 你会不同 因为你要荣耀的主住在你的家 必然要有荣耀的主的形象 同在 陪我们走人生道路的耶稣 父佛的主 就在这个爱的季节 重新向你向我显现 来向我们说话 说 孩子 我在这里 也认出主 也许你的亲人都不在身边 你感觉孤单 也许你的事业没有成功 甚至家庭可能破裂 耶稣显现 陪你走 必定有盼望 求主与我同在 耶稣就进去与他们同在 结果他们发现施主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他陪我们走的时候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我求恩主恩待我们 在这季节 那冰冷的心能够重新火热起来 那失去了爱的盼望 能够重新找回来 因为主是爱我们的 燃起我们火热的心 起来重新爱你的家人 重新爱主 也领受主的爱 主要感谢你 在这爱的季节 我们想到 父活的主 你怎么样陪伴我们走人生的道路 主要恢复我们那种知觉 直到你跟我们一同走 也邀请你到我们的家来 使我们的家有盼望 使我们的家有爱 主要点燃我们的心中火热的心 彼此相爱 彼此饶恕 重新经历 那一把火 从接受主 又到现在的那一把火 没有消失 那一把爱 在婚姻的事业上 所立的爱 没有消失 主啊 祝福我们 祷告奉旨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